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以前到了腊八就算是进了年关了 现在咱们生活好了 吃的穿的平常也都跟过年一样 所以说对进不进年关 就不像从前那么在意了 但是传统的习俗 喝腊八粥 腌腊八蒜 无非是讨个好彩头 沈阳一位大哥 前两天在混合上出了点玄乎事 差点彻底告别腊八粥了 前两天中午在沈阳市和平区 一位大哥呢在混合深水湾的冰面上滑冰 突然这个冰面断裂 大哥呢不慎跌入水中 就在这危机时刻 附近的东勇爱好者们出手相处 据参与救人的东勇爱好者王斌说呢 当时呢他们大伙正在屋里进行换衣服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救人 大伙赶紧冲了出去 出来一看发现 距他们200米处的冰面上 有个人正在水里挣扎 到冰窟炉附近呢 大伙起初呢先用木棍进行救援 但是当时落水的这名大哥呢 手已经冻僵了 没有办法握住木棍 没办法 大伙用罩子笼罩住大哥 给大哥拖上了岸 掉到火河里头了 这次参与救人的东勇爱好者们 年龄都已经不小了 其中有的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 还有的连泳裤都没来得及换 但是在这危险时刻 他们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第一时间冲上了冰面 也正是他们的热心和勇敢 让落水大哥捡回了一条命 在这呢咱也提醒大伙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 但是在沈阳呢 还是有部分冰面没有动时 在进行冰上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差点彻底凉凉啊 虽然说今年是冬奥年 咱们也提倡大伙多做冰雪运动 但是一定得量力而行 提醒大伙 冰面有危险 安全要当心 接着了 自打咱们这个美食地图的板块 开播以来 我就发现真有那会吃的老铁呀 甭管是环境优雅 马牌精致的高档饭店 还是鸡脚干了啊 深藏胡同的小吃 就全给咱们推荐的明明巴巴 有好食好喝的 咱必须得给大伙好好分享分享 作为资深吃货 连大海都出动了 听说还勾起了一段回忆 走在沈阳铁锡的街上 90年代 沈阳这两条改 可以说是美食界的传奇 这条改是海鲜一条改 这条改是烤肉一条改 那直到现在呢 还有很多当年的老店铺还都在 但今天咱们是既不吃海鲜 也不吃烤肉 咱们一块来念念旧 就这小店啊 60年代初就有了 过去是国营饭店 来两碗大肉面 一个加面 四份肉 三份打包 为啥打包这个肉呢 回家冻起来 啥时候懒得做饭了 弄点豌豆 弄点青椒 就啥也不用放 把肉往来一撇 炒老香了 这都是懂生活的严格啊 最小的小菜 两个烧饼 多钱 此时那心里莫名有种 薄薄大夫的感觉 我说这种心情 是万分期盼的心情 这一碗加一碗 对 这加面 然后那个辣的单加 这面首先非常有特色 有点像米粉米线和面条的结合体 明显是机器压的 所以吃起来 有特殊的一股嚼劲 哇哦 哇哦 我在小时候哈 就这面条 那都不是说随时能吃的 都得是过个一个月俩月的哈 对我妈话讲就是该该馋 来吃一碗这个大肉面 这肉吧 你别看说肥 但是吃起来是一点不腻的 这种酱肉 我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方子 里边肯定放东西了 肯定是各种药料啊什么的都放了 自己在家是很难做什么 过去我几岁的时候啊 我记忆应该是一碗面是快把毛钱 但是那个时候那也不是随便就能吃得起 那时候这个饭店是啥样呢 是就是满墙都是那种 过去浴池那种白瓷砖 地上面那水管子随时冲地 长交椅子 来了反正是买个铁盘 进去就自己端面 刹着呼呼地吃满脑瓜看 满脑瓜子汉的根源在这儿 他家这辣椒绝对是辣椒中的战斗酒 人家都是炸的辣椒油啥的 你看它这个是跟榨菜混一起的卤子 大酱肉加面图 太香了 什么是硬服 心理和味蕾同时都满足 就是硬服 这种店吧 你看没有特别年轻那种年轻人 那些人都上网红店去了 这种店可能吃的就是一个味道 吃的就是一个石子 话说两三个月之前 我就想应该带我妈 一块来吃一碗这个面 小时候她带我来吃面 她老了 我带她来吃面 但是一直也没付出实施 这心里边还挺愧疚 要不然有时候说 儿子这玩意儿 是不是 食之味人生自味 就是往往根治于内心的 什么所谓的情怀 等等 等等 可能只是心里的那一份回忆 陪着你 这件承诺 看到吗 吃面 我给你一下轻碎 大海这也不够意思 你说那面条子秃了的 这不缠了我们哥俩的吗 明天咱俩也尝尝去 咱就不叫他 不叫他 今儿晚上咱俩去吃烤串去 咱还不叫他 不叫他 就这么定了 当然了 还是欢迎各位老铁给我们留言 看看有什么好角落 别光自己吃毒神 毒月乐不如众月乐 你可以推荐给咱们 然后咱们带大伙一起尝尝去 还没看够的 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辽宁美食地图 反复地看看完整版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已经成了老铁们的标配 不加会员 您都不是咱大海热线的人 关键是咱真实惠 88红包天天抢 那过年可亲友群里 也没抢这么多 大海热线不干拉倒 干就整点大的 过瘾的 这么的 还没扫码的 手机准备好 好 我要提高中奖率了 赶紧抢红包 我从主播台来到大屏幕前 这就意味着 一大波红包又要来了 还合计啥呢 赶紧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功能 屏幕下方二维码 跟上我的节奏 一大波红包来喽 扫描这个二维码 进入抢红包页面 点左侧那个一闪一闪的 拼手机抢红包啊你 红包正向你招手呢 点它 来 工作人员 将中奖率设置成99.99% 让所有参与的老姐 都别白忙活 长按时别添加为好友 收到问候信息 您就是咱们大海热线的人了 拴着这个页面往上翻 看看您抢了多少钱 最高88元 不激赞 不绕弯 现金红包可提线 边看节目边赚钱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不仅能抢红包 还能搞对象 你单身吗 你朋友单身吗 你身边总有单身的吧 一人单身挺烦恼 想找对象 您往这儿瞧 不限年龄 无论地域 不挑工作 无论你想找啥样的 有啥特殊要求 绝对让你幽中选拥 咱们的单身数据库里 您就可心挑 随便选 不怕你挑不着 就怕你挑花眼 现在匹配不算晚 门当户费挺美满 抢红包搞对象 热线福利排成行 每周热线福利够 9块9买所有 便宜都可着 咱们热线会员先整 新闻爆料消费维权 手机扫码快加会员 遇到困难别发愁 咱们帮您解烦忧 热线会员待遇好 生活潇洒 没烦恼 所有加入咱们大海热线会员的 今天全场最大红包 88元 都有老三买单 谁买单不重要 重要的是 您赶紧加入会员 没加上的 没抢着的 别着急 一会儿再来一波 那天火星 一粒火种 他的一生不足一秒 但足以成燎原之事 让万牧山林化为焦土 说房租交中介 房东往外碾 这让租户如何是好 大爷法力高强徒手造火光 叮了光朗让你倔强 一个宿舍六个类老乡 不约儿童的全受伤了 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引擎呢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北方嗨购寻味辽宁 本期推荐大连吉士海参 原产地之工 真正的海底育苗 野生环境无日和人工干预 无添加无药物 无激素 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老曼之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好书宝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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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油焦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夏秋两季一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能含酒咳 含你好 快用好书宝 喝酒之后好男人突然变 那家伙子拿到 拿小菜刀 完了 谁去了还跪倒磕头 坐一 媳妇尼加出走 她又堵无私人 天天翻车 消失的另一半最终能否找回 出行的吧 倒下来 得到了吧 不敢她珍惜 持续了你才想珍惜 你说感叹吗 失落了一半 大海热线近期播出 接着了 说王师傅在一家家具厂工作 最近在他们同一个宿舍的六位工友 也都是老乡 发生了一件特别蹊跷的事 在短短半个月之内 六个人的右手大拇指接连受伤 你说怪不 热线近期者来到了家具厂的宿舍 见到了王师傅的六名老乡 他们今年11月8号 通过劳务中介到家具厂上班 住在同一间宿舍 主要工作是给按摩仪打帽定 没想到 工作了才半个月 六个人全收了伤 而且全在大拇指上 大拇指往上摁在一个垫上 它就是受伤的距离就是比较高 在车间 记者见到了这台伤人大拇指的帽定机 王师傅说了 他的大拇指被机器撞针 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直接就砸到这个枪上了 直接就给它砸火了 我们这个手指头以后 就来那村子干活 我肯定是干不了 同一个宿舍的六个人 来自同一个地方 半个月内连续伤了大拇指 这样的蹊跷声 企业负责人事的周经理 也觉得匪夷所思 他说每一个新员工上岗之前 厂里都安排老师傅带着 还有安全培训呢 眼瞅着快过年了 六名受伤的员工 提出了一共14万的索赔 急着回家过年 但企业表示 要等伤情鉴定结果出来 由保险公司决定理配纪录 那年少要过年了 我们回家找他们解决 他们就往后推 工人在催我们 我们在催保险公司 尽快地尽可能在过年之前 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掉 这事我怎么越琢磨越乖呢 我听律师朋友唠过 就这大拇指受伤 工伤鉴定等级严重程度 要比其他的这些手指受伤更严重 能不能另有引擎呢 设备安全隐患导致工伤事故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故事 对所有的生产企业来说 这都是一个教训 接着了 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咱们热线会员大学生小张同学 也是一个爱美的女生 就想好好的捣着捣着 做个拉皮拍个黄瓜你 小张年轻不用做拉皮 他就是想把单眼皮做成双眼皮 可是没成想 手术做完一照镜子 傻眼了 我就在同学的介绍之下 就来到了一个公寓里的工作室 然后参加音乐 是做明星同款那种双眼皮 然后给我看了一个画册 画册里那双眼皮特别好看 我就很心动 看完画册就定样子 管它适不适合自己 做的时候很激动 做完之后更激动 咋成这样了呢 摘下来之后 就发现两边的那个伤口 还是有一些 然后但是它那个大小不一样 大小就是不对称 特别盲目地去做一些整形 比如说他喜欢在网上看到这个图片 我一定要做它 其实你自己的个性很美 一定要做个性化 它属于你的才是最美的 听完这话 再看看自己的双眼皮 小张才意识到问题 不该盲目地去无证的工作室 不该只看图片 不对脸型 其实啊像小张这样爱美的姑娘 真不少啊 我家什么说遗传的吧 都是眼距很宽 我感觉我的眼睛比较小 我本身眼睛不太好看 然后以前也是经常靠沾双眼皮 去整一个双眼皮出来 为了不让大伙走完路 沈阳杏林整形外科医院 特意举办了一次公益活动 为大伙提供免费的面诊服务 这眼睛做多少年了 两年了 两年了 这眼睛就是缺点 就是做得太宽了 说这个太宽了呢 然后就导致这个提伤剪肌 没有力量 所以呢 要把这双眼皮晚上降 要提伤剪肌 晚上提醒 那眼睛再变得特别有神 要否则现在眼睛 像刚刚呼呼一样 看着没有神 我就想过来修复一下 活动现场 不光帮小张解决了多年的困惑 还从上百位咨询者中选出十位 让他们全程免费享受一次变眉之旅 变眉只是一瞬间 如何选择很关键 学会这招不吃鬼 避免上当白遭嘴 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 正规的医生 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可以上网上去查 我们卫生部的网点击 然后就查医院的注册 医生的注册 这样你就会非常明确的 去做这个整形手术 不得不说这技术简直没谁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双眼皮做完了 而且看起来效果还这么好 提醒大伙 整形手术无论大小 都不要去那些 无症经营的小工作室 你要粘出啥事了 到时候就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咳咳咳咳 你就咳吧 我就不给你用黄金油 用了黄金油 咳子不发愁 感谢评传去谈效果嘎嘎好的 黄金油教完 对八新闻板块 嗷嗷给力的支持 听说女儿要回家 爸爸一马当心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潇潇洒洒 色马奔腾共相认识繁华 我大学放假 然后妈妈去接我回家的路上 发现爸爸骑马在旁边迎接我们 当时就感觉挺兴奋的 他平时很少骑 但是妈妈把车开走了 我的草原我的马 我想砸耍就砸耍 百公里飞一把草 低摊又环保 最后一句是关键 你妈把车开走了 我不骑马还自己跑啊 家门哗里又胡哨 铺天盖地小广告 隔壁大门贼立正 鲜明对比惹人秀 贴小广告呢 你出来解释解释 这怎么的差哪呢 这多明显呢 新就一对比 你家这大门散发着一股 更加需要服务的气息 鄉中俩猪带回家 为了省钱自个儿拉 怎料车开没多久 俩猪嗷嗷叫运车 有点上头问 就是想抓两头猪回家压嘛 然后就选择 停在那个车上 然后就放那个小车 拉回 以为他不会吐嘛 人家就为了一点 那个湿漏给他嘛 他吃了一点 然后就上车 一上车就开了两三公里 他就淫了 吐在那个车上嘛 然后就用那个小三轮车 拉他回去了 然后就开车去洗的 你说你给人吃啥饲料 你倒是给吃在云车邀五 有些钱不能省 有些话呀 你得听 这位大爷去修手机 拆开一瞅 好家伙 电池鼓包鼓这么厚 眼瞅着大爷把旧电池拿在手 店主赶紧提醒大爷 玩笑不要乱开 电池不要乱摆 可是岁月留给大爷最后的绝境 让他拿在手里紧握不放 你当我是吓大的呀 这个大爷他哪天晚上过来修手机 因为手机很多充电的时候 他容易把电池充鼓包 他说把他纠电池给他看一下 我们当时就给他说 给你可以你的 就不要用手去扳他 他觉得好奇 他就用手扳一下 轰点就爆炸了 电池都是锂电池 不要用尖的东西去搓他 不要用手去扳他 听人捐吃饱饭 不听人捐请全村吃饱饭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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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滴 眼瞅着地铁黄灯亮起 车门马上关闭 小伙儿万万着急 一个箭步窜进车里 可以心里正在得意呢 那默然回首 有媳妇站在站台旁 这满脸问号 这就是你说的不离不弃啊 感情俩人 前脚刚领完结婚证 后脚小伙儿 就把媳妇落在了地铁站台 并顺带带走了 媳妇的包和手机 那是一点联系的余地 都没给呀 他肯定皇下对不对 换我 我也皇下 幸好在民警的帮助下 夫妻俩终于在半小时后 成功会合 小伙儿 宁等一班之歌 不想一扇门 好姐妹刚领证就离婚呢 围规压双黄线 逆行插队 你这是逆行吗 你这是逆天哪 确认过眼神是你惹不起的人 报应来得太快 那就像龙选峰 今一次片 献给那些违鬼抢刀的司机 别急啊 下一个就是你 各位老铁 新一轮扫码抢红包 马上开始 手机准备好吗 88红包就等您抢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潇洒 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以后再遇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吗 但是记住 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牛二维码 按住识笔 售权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一码就能得到现金红包 最高可得88元 转发的朋友 还能天天抄红包 每天加入消费维权 马力服务 热线福利购 9块900 所有 这好事上哪儿照去 记住 就扫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带一个好 日子潇洒 没烦恼 赶紧扫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 说房租交中介 房东往外拧 这让租户如是好啊 中医传承 匠心优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半年健康百年 北方嗨狗寻味辽宁 本期推荐大连吉士海参 原产地之工 真正的海底育苗 野生环境无日和人工干预 不添加无药物无激素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狗 直接购买吧 老曼之 咳痰痰痠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去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可谈喘 农谈酒科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还没好 可谈喘老曼芝 还没好 老曼芝 可谈喘 农谈酒科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夏秋两季已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农谈酒科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农谈酒科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注意了 蜜巾被热血红羊盯上了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始终不是压力 收入别太在意 女郎商场 指定最常号 男美娶你为嫁 便是为媒 红羊上架 我儿子条件老好了 大哥漂亮白 腿上还有牌 我还为自己的牌 看你年轻乐不乐意 是原味 逼孩子相亲 自己相亲 部分年龄 部分地区 不上舞台 咋得劲咋来 拨打相亲热线 024 2318 7222 别可扫码报名 缘分来了 挡不住 快来热线 相亲了 各位单身的老铁 只要您有一颗想脱单的心 新的找咱们大海热线的红娘 那就赶紧打电话 024 2318 7222 或者现在打开手机 扫描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把您的联系方式 择偶条件都发过来 红娘就给您签线了 小样 嘚瑟吧 感冒了吧 有人过冬靠棉袄 有人过冬她穿雕 有人过冬靠脂肪 咱家大洋可倒好 她靠感冒药 忽冷忽热爱感冒 再加上我这身子骨 这免疫力貌似也差点 免疫力差 就得想法来增强免疫力 现在都流行十步 今儿个咱们就给大伙 介绍一款食谱界的扛把子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那作为一个从小 在海边长大的女孩呢 今天终于回到了 我的主场大连 那提到大连呢 大家肯定会想到海鲜 那我必须说一句 海的味道我知道呀 海鲜大家可能吃过 海鱼 海虾 海螺等等 那咱大连这片海域里呢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宝贝 那就是海参 海参是一种至今有六亿年生存史的海洋软体动物 被誉为海洋生物的活化石 所以这海参自古就被列为最全面的滋补真品 被誉为人类生命元素的百宝箱 海参作为海拔申之手 扎大连海参曾经作为果业照待过外面 足以说明扎大连海参的价值和它的正规 要说这海参的品种和分布也很广 但有以黄渤海中生长的疗参最有名 它凭着营养价值 药用价值 经济价值最高 而被誉为参中之冠 咱这个疗参到底是不是正经疗参呢 那是不是正经疗参呢 那就看看我们社会的遮天海域 咱们家的每一次还是呢 都是通过海棚子在这里边打捞上来的 原来的工厂没有工厂也没有居民区 是国家遗迹的无公害的海洋牧场 所以说这个海域呀 它的渗度大约在20米到30米左右 并且呢 这个海水的温度 苍年保持在10以度左右 是冷水的 咱们可能就是说水越比较冷的时候 这海鲜呢越比较鲜美 比较鲜美 另外呢 就是咱们的海底呀 这个海藻啊 它非常的凤凛 非常的丰富 并且呢 它的安窖呢 也非常非常的多 使咱们海参呢 非常理想的生长栖息地 神苗就是在这样的海水中 无任何人工干预 要想长成一只营养丰富 正当年的海参 需要5到7年的时间 这样舒服安逸的生长条件 归功于大连这片海域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因为咱们疗生呢 是地处啊 北纬39度 大家都知道 在整个地球上 北纬39度线 它所处的位置 它所产生的海洋生物 是最鲜美的 营养加热最高的 咱们家的海参也位于 大连的北纬39度 所谓真宗的大连海参 所以说咱们的海参是最好的 一根优质的疗生中呢 含有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质 还有胶原蛋白 其中还富含了钙铁心锡 最重要的是 其中还含有海参多糖 和海参燥干 这些营养成分呢 都可以帮助人体增强免疫力 大家也都会选择 在这个季节来保养身体 那么海参的温补作用 就可以在这个冬天 给大家带来温暖了 来 咱们大伙瞅瞅 我手上这根疗生 看看这个刺儿 再看看这个筋 绝对不是市面上杂七杂八的海参 这可是地道的大连长海线 污染海域 抵拨野生环境下生长的海参 跟在海参圈里长大的不一样 这款即食海参 大伙拿回家也不需要泡发 自然缓化 蘸点酱油汁 Q弹又营养 当然也可以煮粥 凉拌菜 红烧 大葱炒等等等等 营养方便又美味 冬季进步正当时 不管是自己吃 还是过年走亲访友 地地道道的好东西 给力还有面 不想错过这几段老铁们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大连野生及时海参 为您产地直发 包邮到家 动景玩意赶紧来抢 接着说 最近咱们热线会员 外地来沈阳工作的小郑 遇上了一件闹心事 他通过一家叫沈阳和胜域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的中介公司 租了一处房子 可住着住着 这合同没到期 房子住不了了 房租还没人给推 我就觉得特别的无奈 他们稍微能有一点点诚信 现在其实不至于走到这一步的 他们就是房东和租客两头坑两头片这种的 租户小镇挺生气 遇上中介没人理 房子没法继续住 要退租金没消息 我是从2020年的7月份 就开始跟他签合同的 然后第一年是正常旅行完了 第二年是从2021年的7月15号 那正常签一年 是到2022年的7月15号到期 我就也就放个东西 我就先离车站近一点 就方便一些 尽管小镇经常出差 也不咋住在这 但是一年多的时间 这房子是问题不断的 这个房子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两室 然后我签的时候也是说得好好的 就两室嘛 他也没有告诉我之后可能会要隔断 结果搬进去第二天的时候 就带人来隔断了 就把两个卧室的一个房子 硬生生的给隔成了四间屋子 然后呢再之后他们就是各种拉人 然后我经常出差嘛 就基本上我每一次回来租客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年半 就是这租客都不知道换了多少批 多少叉了 一有什么客户来看房 就首先给我打电话 一个接一个的中介电话 一查又一查的换室友 小镇也都习惯了 直到今年元旦 小镇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事变了 房东联系我 说这边他打官司赢了 然后房东已经收回来 问我什么时候去搬家 房东把这个中介给起诉了 起诉之后的结果是房东赢了 然后判决书是在2021年的12月20日下来的 然后呢这个房东有权这个收房了 然后呢给中介10天的一个时间去清房 租期还没到就让小镇搬家 房东跟中介之间到底出啥问题了呢 我那屋是新装修装完修以后租给他们的 然后那屋里面都长草了 长毛了 然后满地的油啊 什么就特别来些 还有一个是养了一个宠物 我跟他们规定的是不允许养养物 然后他们养养物了 养了好几回 教这也教这好几回 是其他租户养狗吗 对对对 您跟他这个中介公司这边签的合同当中 就明确约定了这两点呗 是不允许的 对对不允许养狗 不允许养物 然后他那边说是几天 几天给我清理一回 三四天然后清理一回 说有那个保洁员去清理 然后也没有 然后跟他们交说呢 也是今天清理明天清理的 但是从来也没清理过 一年多住他们一年多 一直也没清理过 然后怎么找他们 他们都说除了说行 就是今天去明天去 要不就干啥 就是我也实在没办法了 走得起初这一步 我好像已经感受到了房东的愤怒 按照小郑的说法 他是第一个租这房子的 一年之前刚去的时候是两市 后来硬生生被中介隔断成了群租房 房东不让养狗 却有人养了 还不收拾卫生 谁可忍 书不可忍呢 这还不算 如今干脆就住不成了 闹心事是接二连三呢 这得怪谁呢 怪谁 咱们得看合同 房东当初跟这家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签订的是房屋托管合同 合同中的约定 为啥中介都没履行呢 小郑的维权之路 能有什么结果呢 下面是一小段广告 广告过后 咱们看看这家中介的说法 帮着那梦中的地方去 错了我也不回国 挺好 你梦中的地方是啥样事的 那必须得是有的吃有的喝 能抢红包能闹喝 遇到困难有为虚 还有最下照顾你 我看你真是做梦 但是我能帮你美梦成真 你往这儿看呢 拿出手机赶紧扫 加入会员抢红包 最高能抢88 认真听讲别留号 我算一算啊 一天抢88 一个月30天 那就是 可计啥呢 还天天抢红包 那反正也不是没有可能 已经加入会员的 继续上码 看到右手的转发按钮没 赶紧把图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他们加入会员 你还能继续抢红包 那就大姑二大爷三姨 看着我才的图片没 赶紧识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大海热线发红包了 加入会员实在乡 各种福利共分享 热线红包别错过 来给生活加点汤 说房租交中介 房东往外撵 这租户如何治好啊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北方嗨购寻味辽宁 本期推荐大连吉士海参 原产地之工 真正的海底育苗 野生环境 无日和人工干预 无添加 无药物 无激素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老曼之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痰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磕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痰 浓痰酒磕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还没好 还没好 咳痰痰痰 老曼之 还没好 老曼之 可疼传 浓痰酒磕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排黄金油 浇完 采摘 广西 大峡谷 夏秋 两季 一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 都是薄 浓痰 酒磕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浓痰酒� 还没好 和韩丽好 伴优好 书宝 咱们接着来看热线会员小郑的道心事 花钱租房 房子住不成了 房租也没人给退 小郑心里这股火啊 那憋得老大了 在他看来 这事主要就是中介公司的责任 那屋里一共剩两个住户嘛 一个是这个哥们儿 然后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那个通过警察的方式 给他们给清扭了 清扭了以后 他们又找 又找敲锁公司 开锁公司 嫂儿来偷门开锁来了 然后正好赶上 让我赶上了 让我赶上 没抓着那也是 没抓着那开锁的 日日跑 就特别不讲理 他告人家没事住着 就是我已经 合同已经终止了 对吧 然后他告人家 那个跟他们签合同的 那个另外一个小伙 告人家没事 就在那住 晚上让人家找开锁公司 去开我锁去 特别无赖 那就是无赖 这个公司 面对法院的判决 沈阳和胜域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不但没有履行赔偿责任 竟然干出这么一出 这张小证也很尴尬 眼下 他的东西还锁在屋里 自己预交的房租 还在中介公司的手里 这个是我跟他们 签的这个合同 然后交租的一个软件 第一个是 这个是押金 然后这个是第一季度的 租金加上这个服务费 在这儿了 365 然后呢 我已经交到了 今年的4月15日 所以说就要把这一部分 费用给它退下来 你看这里面写了 这个时间 是从2021年7月16 到2022年的7月15 然后房租 这个租金是800一个月 押金800 管理费 写的经济数 365 这管理费就平时 微修啥对不对 然后收的这种管理费 对但实际上啥都没有 那我的诉求 就是从今年的1月1号 然后一直到 我交到了今年的4月16号的 这个房租 退还给我 再加上 这个押金 还有他们剩余的一个管理费 这三个月整的话 就是2400 加上一个月押金 这个就是3200 再加上你看 我从1月1号到1月15号 这段时间 不也是有房租的吗 对吧 这正好就是半个月 400块钱呗 那就是3600了 3600 再加上他们剩余的服务费 他们这个服务费 是每年的手 它是一天一块钱 剩余的管理费 我们就按天 就给它退还就可以了 中介公司和我们租房人之间 实际上达成的是一个 房屋租赁合同 那现在这个房屋 我们这个租房人不能使用了 是因为中介的原因 那中介应该给我们 退这个房屋的押金 租金以及剩余的管理费用 既然小镇的诉求合理合法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级有限公司 是个啥是我法呢 之前给我签合同那个房管 发微信 然后不回 打这个微信电话也不回 第二天我就给这个 他们的一个客服打电话 然后呢连续打了三天了 到现在就是一直说 给我登记 给我问老板 老板不在怎么 就一直拖着这个事 这个不给我解决 小镇通过网上搜索发现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级有限公司 不仅有多起租房合同纠纷 公司法人还被限制了消费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 热线记者和小镇 一起找到了这家中介 可是 您好 我聊第二天台的 麻烦问一下 咱们经理在吗 实在 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租户推租这个事 那边不接有材料 不是您不接材料 您帮我联系一下 那你来等会吧 联系不上是啥意思呢 能到不在 我去等一会吧 他不在 那您帮我联系一下 看看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来得下午啊 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我说大概下午啊 不 您帮我联系一下 问他跟他说一下这个事 然后您看看他 能不能提前回来 因为我们想解决一下这个事 您能想解决的 您能等人就行了 你牛什么牛 你横什么横啊 欠人钱还有理了 别的咱们不说 咱就单看这位工作人员的态度 我对这个公司的印象就不太美丽 想解决就得等 可问题是小镇元旦接到退房的通知 这都等十天了 一点消息没有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家中介公司到底是什么个意思 唱的到底是哪出呢 我对你们提供换房的 我不接受换房 我不是叫终止房吗 你们现在这个跟房东一样 我们就要换房了 对啊 这把剩余的租金和剩余的管理费 退出来 之前的话我们租户找过咱们那边 说要退租这个事的话 对 我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对 那咱这边一般处理这个 退租这个事的话 一般多长时间能有一个结果 要找领导的话你就盯着就行了 有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没有 领导的联系方式 对 没有呗 没有 那你平时找领导怎么找啊 后来 就只能等呗 公司职员宁可用手机玩游戏 也不愿意帮客户联系经理 退款没有规定实现 问啥情况 不是不知道 就是等一等 可等来等去的结果 竟然是这个造型 我们不接受 您不接受采访可以 但是足够过来的话 您不需要把足够的问题写 跟你们没有关系 对啊 现在就是我在 对啊 这个 在这儿 他们也没采访 对啊 我们也不接受 不 您不接受 您不接受我们采访可以 但是足够 他找到咱们的话 咱那边是不是应该 给他解决他这个问题 是 给他解决他问题 但是这是我们这件事情的问题 不是跟您这件事情的问题 所以您有什么事 你们这边出去就行 因为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 可以 那您可不可以把这 处于他这个问题 行 行 您那边请吧 那他这个事的话 您什么情况 他们这边不管会处理的 好吧 您不是处理的 对 不是 您那边请 您那边请出去就行吗 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 足够为什么找到我们 是因为之前 这个严肆里面的客户 那么多分 也没有人解决 我也是希望我们过来 帮他为他 他可以找警察都可以 他找法院都可以 你知道吗 这是正常的诉讼途径 不是说你们这个 这个采访时间是正常的 你们只能说是一个协助 协助帮马上丢了你 而且还不提到直接作用 对吧 这是我们不接受的 不能接受你们的 就说法 你们不接受采访 对不对 那可以 对 他可以 他可以找警察 他可以找法院 也可以 我们这边 如果不给他处理的话 他都可以去 通常法院层境 这个我们是接受的 但是你们的采访 我觉得是不接受的 前一秒让记者等着 后一秒就下出客令了 还玩上小套路了 打上太极了 不琢磨怎么解决问题 这心眼都用在这 用不着的外壁方上 一瞅这情况 记者决定 让小郑单独跟中介聊聊 可是没多一会儿 小郑出来了 他说如果要退的话 就只能退押金 然后他就一直强调 跟之前房东 那个合同不用终止 他不承认 之前那个判决书 他说他那边 已经给房东的房租 打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但实际上并不是的 他说这边 要不你就正常住 但实际上肯定住不了 人家都已经收回去了 那如果要退的话 就是退押金 就是态度很强硬 他之前是交过我房租 但是现在情况是啥呢 因为法院判 不是说你想住 你就能在我家住的 对吧 已经判完了 咱俩这合同终止了 已经终止了 到12月30日 而且他也没找我 结算那个水电费 而且他现在还欠我法院判 我违约金他也没给我 现在他在我这 就剩不到一个月的房租吧 但是他欠我水电 水费 电费 还有煤气费 也得着 大概七八百块钱 对 然后他也没找我结算 然后他那个法院判 他赔偿我的钱 他也没给我 他现在就是赖 就是玩赖 就是赖 老赖一样 中介这种说法 是不合法的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原房主拿着一个 已经生效的判决 要求我们这个 租房人 退出这个房屋 腾退这个房屋 那么我们根据 这个判决来看的话 实际上这个房屋的 现任所有权人 以及使用人 用意物权人 都是我们这个原房组 那我们就只能按照这个判决 生效判决 来从这个房屋中腾退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要求中介 向我们退 这个相应的房租 以及这个押金 还有这个管理费用 对于沈阳和胜域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现在的态度和处理结果 小正表示 不能接收 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就是正常把 剩余的这个租金 还有押金给我退回来 就可以了 如果要不的话 肯定是走这个法律走进了 租户可以根据我们 跟中介公司签订这个合同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这个中介公司 向我们退 剩余的这个房屋租金 押金以及管理费用 那么我们也可以拿 原房主向我们提供的 胜诉的这个判决 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签租房合同的问题 律师敲黑板画重点 给您提个醒 一定要确认就是 原房主和这个中介公司 签订了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合同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另外呢 我们在跟中介公司 签订这样协议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 相应的违约条款 像我们今天这个案子里边 就是我们只是限定了 我们租客的一些违约责任 并没有限定 这个出租方的一些违约责任 所以我们在违约方面 一旦这个出租方 有违约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争取到相应的违约金了 就给退押金 这不明摆的耍赖吗 人家小证都没住 凭啥不给人退租金呢 律师也说了 小证要求退预交的租金 押金以及剩余的管理费的要求 是合法合规的 由于中介公司的原因 导致合同没法继续履行 中介公司是应该给小证退钱的 沈阳和胜域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这样的做法 你们是第一次吗 第几次也不能这么干呢 招牌是自己立的 更是自己砸的 这么个干法 口碑何在 诚信何在 小证说了 接下来他准备走法律途径来维权 要回租金 借着小证那事吧 咱们也是想给大伙提个醒 这租房子一定得找靠谱的中介公司 签合同的时候 也一定要看好合同中约定的条款 你像小证这样 跟代理租赁公司签合同的 一定要问好房东跟中介公司之间 有什么样的约定 以免像小证这样 被室友连累 租金还退不回来 时尚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